很多人的概念里 一提到河北 似乎存在感很低 就连个土特产 一下子也不好找出个代表 可是实际上 这河北低调 内念非常有内涵 河北很低调 你问他历史悠久吗 张家口泥河湾告诉 二百万年前 那里就有东方人类的主体 武安的慈善文化一直告诉 那里是中国宿作农业的发祥地 后来皇帝 延帝持有大战 就在张家口着陆这一带 延黄之称 开启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史 你说厉害吗 你问他河北这个名字 是谁起的 他得说 这人姓李 唐贞观元年 也就是公元627年 唐太宗李世民 把这全国分成了十岛 太行山一东 大河一北 就是河北岛 大河说的就是黄河 大河之北 就由此而来 那河北 为什么简称纪 又为什么被称作燕赵大帝呢 在上书与共当中就有记载 相传啊 大雨至水分天下为九州 九州之首为纪州 河北呢 就属于纪龙 战国时期 河北大部分属于赵国和燕国之地 所以河北就把燕赵大帝作为别称 简称纪 纪代表着古代九州之首 又寓意这里充满了希望 河北很低调 低调的很多人不知道 它是浓缩的国家地理土本 这里有山地 丘陵 高原 平原 海滨 还有一点沙漠 这里有草原 河流 湖泊 林地 湿地 地形地貌 全国最全 大家都知道 荆轲刺刑 慷慨悲歌 但是不知道 慷慨悲歌的故事 在这里 太多了 太多了 光听这名字 就得肃然起敬 赵佗 魏征 董仲书 刘备 张飞 赵子龙 连破 岳翼 令向如 祖宠之赵方印 郭守静 李大赵 等等等等 这些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大名人 全都是河北人 在文物 古剑方面 也非常多 在网上搜索 中国之罪 至少有100个 在河北 就连我们全国人民 都说的普通话 它的采集地 就在河北 成德的 鸾皮 低调吧 但它又很赤诚 赤诚在恶守 华北年后 包裹着祖国的心脏 赤诚在 在西北坡 在狼牙山 在塞哈坡 在正顶 在冬奥之城 在雄安新区 它始终信念坚定 满怀希望 恰入河北的简称季 像一只凤凰 展翅翱翔